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今集就為大家插播一個香港及澳門的通關消息, 就是那個回港議內港議就在下個星期就恢復了,即是大家又可以不用隔離就去到香港了。 我們現在就一齊看新聞方面怎樣說,香港特區政府就在今日公佈,鑑於澳門新冠肺炎疫情就已經平緩了很多, 將於10月2日日恢復在澳門通過回港議內港議計劃入境香港人士豁免檢疫安排。 根據有關安排,在澳門人士只要符合回港議或內港議計劃的所有指名條件,入境香港時就可以豁免強制檢疫。 上述兩個計劃的網上預約系統,將於10月2日凌晨0時開始,恢復接受澳門入境香港人士的預約。 發言人強調,成功透過回港議及內港議計劃入境香港人士, 去了香港後仍然需要按計劃要求接受多次強制核酸檢測, 以及入境後要注意個人健康狀況至少14日, 以及遵從抵港人士健康檢查紀錄表所提示的注意事項。 香港那邊現在都恢復可以有回港議、內港議, 被人去香港,但澳門方面何時可以讓香港人來到澳門呢? 就真係可以實行到港澳互通呢? 而不是好似現在那樣單方面去香港, 但香港人是來不到澳門, 因為現在港澳兩地的疫情其實基本上都是緩和了, 以及大致上都相同的了。 如果兩地可以通回的話, 我相信對澳門的經濟方面是一定會有一個好大的幫助, 因為香港人找到香港都很久了, 如果是來到澳門,第一波一定是好多人想過來的。 加上大陸現在的旅客又未必可以這麼容易來到澳門, 主要都是簽註的問題, 而港澳可以互通的話, 香港人來澳門其實是幾時都來得到的, 不過他們現在可以開回港議和來港議的話, 其實都是一個好的開始來的, 我們現在就唯有再等一等啦。 今集我們就來到這裏先啦, 我們就下集再見啦! 拜拜!